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陈凯绍 我本人是台湾的建筑史跟美术史的研究者 那盐水龙先生呢 他刚好在学术上跟我有渊源 也就是说我是他第四代的徒子徒孙之一 那么也使得我对这位祖师也特别的感到的兴趣 所以我就成为盐水龙先生的研究者之一 那在十几年前呢 公益中心曾经出版了一本盐水龙的故事 这本书里面也有我的文章 我写的是他在1940年代的时候的一些事情 那我的那篇文章里面所揭露的一些有趣的作品 跟他的历史 刚好是过去比较没有人写过和注意到的 盐水龙先生呢 他在1930年代 从巴黎留学回来之后呢 他回到了台湾 那他开始对台湾本土的工艺 开始产生了兴趣 那首先呢 他先全台湾走了一圈 上山下海到原住民的部落 那他对台湾的既有的工艺做了考察 譬如像竹子的还有像玻璃像编织像草帽 这都是他他当初都做了一些调查与研究和掌握 那他为什么要做工艺的调查呢 那他希望就是他在日本在巴黎学到一些现代的艺术 看到了一些现代的设计 他希望能够加进 让这个设计能够提升 提升之后呢 就可以让这些本来就有的手工艺品 能够增加附加价值 当然最后的目的 他也是希望能够改善农民的生活 在1944年 战争在最烈的时候 刚好台南的赤坎楼在进行整修 那盐水龙就这样因缘忌讳 参与了赤坎楼的彩绘 油漆的这个部分 从这个事情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 盐水龙虽然是去日本学洋画 他去巴黎也是学西洋画 但是他对美术的看法 跟台湾本土的美术 其实是没有隔阂的 他一直在想说 如何在西洋那边学到的 有意义的有意思的东西 但是能够拿到本土来应用 所以他在赤坎楼的整修里面 他居然负责了里面的油漆跟彩绘 而且率领了一群工人 而且把这个修复的工程把它完成 说到林献堂跟盐水龙的关系 那林献堂他是资助盐水龙到日本东京 跟法国巴黎留学时候的费用 那盐水龙学成归国之后呢 林献堂也购买了盐水龙的油画作品 用这种最直接的经济方面的支持 那使得盐水龙可以完成学业 那盐水龙跟林献堂的关系呢 就情同父子 林献堂有许多事情 跟设计跟艺术跟买房子跟盖房子的一些事情 都会找盐水龙来商量 那林献堂父子呢 在物丰举办一新会的社会教育工作的时候呢 也请了盐水龙来担任艺术方面的课程 那藉由林献堂的关系呢 盐水龙也认识了许多会在物丰林家出没的人 譬如说有一位何秀美女士呢 她就是后来台中太阳堂饼店的创业的老板娘 那太阳堂饼店里面的包装设计 室内的装潢设计 还有在一幅马赛克壁画 也都就是在这个机会之下来完成的 我们知道盐水龙先生他是油画出身 也做过工艺的研究和指导 但是他最有名的作品 其实是马赛克壁画 他在1961年 国立台湾体育大学体育场外面的运动壁画 还有之后的太阳堂饼店的向日葵壁画 台北的日新戏院壁画 台北的建函公园水牛图壁画 都非常的有名 也都成为都市的地标 那我们工艺中心 也收藏了一座盐水龙先生亲手做的热带鱼壁画 那工艺中心的外墙 也有一组马赛克壁画 是在向盐水龙先生致敬的 也欢迎各位到工艺中心来参观与欣赏